我們來看這個第七題 我們來證明這個橫等式 這個橫等式的話怎麼做 我們把它在一般項拿出來討論 一般項就是k加1分之1 c多少呢 n多少呢 這個總是比這個大1 k 我們現在考慮一下這個東西 我們之前有個公式 就是k加1 頂多少呢 n加1 k加1 c的nk 就降階 我們之前那個公式是這個公式 是n取k 會頂多少 我就把那個 這個那個組合數一直把它降階 降成這樣 c n-1 k-1 現在只是說我把這個n變成n加1 k變成k-1 一樣是遵循這個公式 叫n加1 n加1 除以k加1 這個是n 這是k 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是同一個公式 我把那個加1的降成那個沒有加1的 這個 把這個降成呢 負1的 一樣的公式 好 那現在 現在問題是說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事實上就等於這個 也就是說 這個是等於多少 這個 這個是等於那個 n加1分之多少 這個東西的話 等於出過去 n加1分之1 c的n加1 去k加1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以後的話 我這個可以把它形成s的形式 s等於說什麼 s的碼 k從0開始 0開始到那個什麼 到那個n行 那這是k加1分之1 c的n 是k 我們驗證一下 當k等於0的時候的話 是第一項 1分之1 當k等於1的時候 1的時候 k等於0的時候 是第一項 k等於1的話 是第二項 那一時列推 好 那這個等於什麼 這我就把這個 帶成這個 變成了 k等於0到n n加1分之1 cn加1 去k加1 好 這是常數嘛 對k這個變數而已 這個是常數 所以可以把它提出來 然後 c k等於0 n cn加1 k加1 好 那現在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可以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的話 然後 連續上來 等於是 cn加1 取1 加 cn加1 取2 一直加 加到 cn加1 取n 再加 cn加1 取n加1 好 那 這個我如果把它加1的話 那就是說 這個東西 我就給它加1 這前面我給它加 cn加1取n 然後 後面給它簡易 那事實上這個的話 事實上這個就是等於 那個 1加1的 n加1次方的展開 等那個 2向式展開 所以這項子有多少 這項子是等於 2的n加1次方 然後 減掉後面這1 所以到最後等於 等於是 n加1分之 2的n加1次方 減1 這樣就得正了 那事實上的話 這還有一個看法 不過 另外一個看法 要用到 溫積分 我們來看看 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就是 緊攻參考 第二個方法 是說 1加x的n次方法 這等於 cn取 加上多少呢 cn取1 x 加 cn取2 x 一直這樣 加到 cn取n x的n次方 然後 兩位給他 積分 我們知道 積分是 微分的反應算嗎 你把這個 積分的話 變成 n加1分之1 然後 1加x的 n加1次方 然後 因為你把他 微分以後 就是他 第一項 基本等到 什麼呢 是等於 c 一次方 再加 s的一次方 幾乎是二次方 2分之1 cn取1 v c... x的 s之... 1 非常清楚 ct's 全部給他取一 x 取一 x 取一 變成 n 加 1 分之 不過這個還可以再加一個積分常數 還可以再加一個積分常數 我看 這個兩面代義的話 叫 n 加 1 這個長開來有常數項 這個長開來也沒有常數項 所以的話 它有一個積分常數 這積分常數我們叫做 k 再加一個積分常數 k 因為 k 微分等於 0 這個微分是等於這一項 這個微分是這一項 這個微分是等於 0 這個叫積分常數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我兩面給他代理 x 給他代理 我把 x 代理的時候 這裡是 n 加 1 分之 1 要等多少呢 這邊給他代理 通通代理的話 這個通沒了 剩下 k 所以就知道 k 點多少 k 事實上是等於 n 加 1 分之 1 好 那這樣的話我就得到 這個是等於 n 加 1 分之 1 好 然後再來 我兩邊給他取 1 我 x 給他代理 x 代理的話就變成 n 加 1 分之 1 1加 1 是 2 2 的 n 加 1 次嗎 再加 1 分之 1 4 分之 1 再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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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之 1 所以你會微分的話 那這一項的話呢 就跟著直接 一眼就看出來 不過兩個正法都可以 但是剛剛的正法的話 就比較技巧一點 再加 1 分之 1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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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加 1 分之 1